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首先我们把方巾对折成三角形 然后再对折成为这样子的带状 就可以开始扎头发了 先扎一个高麻尾 用橡皮筋供丁 绑好之后我们现在就开始用逆尺尖尾梳 去刮它的里面 尽量的把这些头发都能多蓬松就刮多蓬松 将它360度的散开 用梳子梳顺它的表面 然后我们将发带从后面往前绕 绑一个结 绑好之后呢 我们利用这个尖尾梳的尾巴伸进头发里 往上挑 把这里的头发拉进去 有多余的突出来的地方可以 利用这个尾巴把它塞进去 尾海这个地方的话也是 往头巾里面塞 如果有小碎法的话 就把它扭转一下 然后塞进头巾里面藏好 然后这个发型就完成了 好 接下来呢 我们准备第二个造型 首先呢 还是一样把头巾折成细条状 然后从眉峰对上这个位置 把刘海预留出来 然后呢 我们将它先夹起来 再把其余的头发分为左右两部分 编两股辫 将法术分为平均的两等分 将这两束法术 向同一个方向扭转 扭转完之后呢 用相反的方向将它们拧在一起 用橡皮筋固定 另外一边也一样 然后呢 将前额的头发 用手指 将它逆推 然后扭转 拧成一朵花 然后用夹子固定 再稍微的拉蓬松一点 好的 然后呢 把头巾 绕到脖子后面 在额头前面 打一个蝴蝶结 调整好细节之后 这款发型就完成咯 好 第三个造型 也就是最后一个造型 我们将会利用头巾 绑成一个帽子 好的 首先也一样是 把头巾折成一个三角形状 然后放在一边 我们把头发梳好 这两边呢 最好是有刘海的 然后这样可以修饰脸型 接着呢 我们将头巾放在头上 在额头前面打一个结 打结的同时呢 拉一下这个三角形 可以让它的帽子的形状 更明确一些 调整好之后再拉紧它 然后再打一个结 固定好 将这个三角形状 塞进蝴蝶结的后面 哈哈 那这三款发型就完成了 是不是非常简单呢 一个头巾 就能打造出三款不一样的造型 每天都有新花样 是不是连手盘新人的你 都学会了呢 赶快来膜拜我吧 好好好